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昨天上午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到淡水的传统市场 陪着市议员候选人陈伟杰扫街肇事 立委江启臣也说 未来他也会在中央协助陈伟杰争取地方建设 像是淡水居民期盼的淡江大桥淡北道路新建案等等 选战倒数剩下16天 昨天上午淡水区的传统市场可是相当热闹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江启臣委员 上午陪同议员候选人陈伟杰扫街肇事 沿途受到出门买菜的婆婆妈妈路过民众热情的回应 立委江启臣也说 未来他们也会在中央协助陈伟杰 在议员争取地方建设 像是居民期盼的淡江大桥淡北道路新建案 和一场周围居民的补偿金续发等等 他也承诺会与陈伟杰议员一起为新北市市民来努力 伟杰是有经验的年轻人 他过去在国会服务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也曾经待过了办公室 那也有服务过其他的委员 所以我想他在中央立法院的历练的经验 绝对可以让他未来在市议会 还有在担任这个市议员 能够为民众做最好的一个服务 所以未来伟杰在地方上争取的建设 我们在立法院也会全力来支持 市议员候选人陈伟杰过去在立法院 曾经担任江启成的立委助理 面对过去提拔自己的老板 在选战越来越接近的时刻 陪同扫街也相当感谢 而陈伟杰说 江委员坚持到底的精神是他的学习点半 而陈伟杰与江启成立委都是学者出身 来自教育界 陈伟杰也认为这样子的背景 也让他走基层服务没有包袱 争取建设也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 把民众利益视为优先 在这边伟杰除了要有中央的一个资源以外 未来进入到地方的市议会 有些可能建设需要中央的一个帮忙 那当然这边也希望请我过去的老板 江启成委员可以给我最大的支持 跟当我的后盾 我想未来淡水地区 不管是各项的交通建设 或是其他新市政的一些重要的规划 都需要中央立法院的一个资源 所以我也必须把这样的资源 带到地方上 为地方的乡亲来做最好的规划跟服务 立委江启成也以自己的名字谐音 淡水江启成鼓励陈伟杰继续加油 而陈伟杰表示 他过去多年在立法院的服务经历 加上有立委江启成林德福等立委承诺协助 陈伟杰认为这个是他的最大优势 也让他进入市议会后 可以带着立法院的强力支援 替选区争取经费 落实地方建设来为民服务 记者许端一带起下方报道